這肉比較厚 所以要煎比較久一點 所以它有點像會煎炸的感覺 它周邊就會焦糖化 我們一般會覺得它會黑 其實它是焦糖化的感覺 薑牛排平均受熱 剪腦外表焦黃色澤 內部肉質呈現粉紅 軟嫩多汁 加上一小塊 無鹽奶油與香料液 可以增添牛排的風味 這是來自澳洲的古寺牛 油花分布更均勻飽滿 肉質更為鮮美軟嫩 顛覆一般人 對澳洲牛肉的刻板印象 他們在育成的時候 對於澳洲牛肉來講 它是屬於放牧式的 美國它是屬於券牧式的 放牧式就是放牛吃草的意思 那個過程中 我們全部採取的是HGP free的 也就是說在過程 它的吃的用的喝的 然後也不打任何的那些動物用藥 所以我們的牛肉裡面是絕對不會有 那些動物生長激素 荷爾蒙 瘦肉精 是絕對不會擁有這些東西的 它是零殘留 而不是說像外面會有講說 我們有打 但是呢 經過某一段時間它揮發了 它沒有了 不 我們是全部都沒有 作家位於新北的肉品公司 成立約有三十多年 他們與澳洲最大的超市器座 穀物飼養牛肉來源相同 讓牛隻在自然的環境中成長 從飼養屠宰到生產都是一條龍 我們工廠有通過HACCP 及ISO22的雙重驗證 從原料管理到生產製成 產品保存及運輸 都有進行嚴格的控管 那消費者在貨架上面看到的 每一塊牛排 我們都有可以去追溯它的流程 從澳洲進口的牛肉拆箱之後 要先確認標籤以及體向 檢查是否有破損或是小氣泡 再進入修精處理 我們修精的目的是因為 精它在我們牛排一般是用煎的 精在油煎的過程中 沒有辦法融化 所以我們要先把精膜去掉 這樣消費者吃到的牛排 才會是最好的口感 因為我們今天在切的是菲力 菲力它的精膜會比較薄 所以我們大概損耗了 我們精膜大概會損耗2%左右 不惜成本 手工修除多餘的精膜 才吃得出菲力最柔嫩的口感 瘦肉較多而且脂肪較少 肉質相當的鮮嫩 修精完了之後要進行手工分切 為了增加效率 磨刀就是每天最重要的事 這個磨刀子是日本進口的 那它有分粗跟細 粗的是3000號 細的是6000號 我們要先從粗的開始磨 再磨到細 粗的是先把它的刀刃磨出一個 基本的形狀 再用細的把它的毛邊處理掉 這樣刀刃才會比較鋒利 我們磨刀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在刀背跟磨刀石中間 要大概有50塊硬幣的兼具 那我們要保持這個角度持續的磨 推出去的時候用力往回拉的時候放鬆 可別小看磨刀這個步驟 刀背刀鋒各個角度都要兼顧 據說光是訓練能磨刀 就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磨完刀以後刀子更鋒利 我們可以讓分切人員比較省力 比較省時 提高我們的生產效率 降低我們的耗損 修精完成之後 就會對我們的菲力進行分切 我們目前菲力是一個定重的產品 所以我們每一份的重量 達到200克以上 所以我們切下來的每一塊菲力 我們都會對它進行撐重 以確保消費者買到的菲力 都有達到我們的重量 為了確保生鮮肉的品質 分切包裝間的溫度 平均控制在8到12度 除了因應客戶需求 客製化裁切之外 他們也使用貼體包裝技術 提升牛肉的保鮮程度 我們貼體包裝 我們主要是分我們的上膜 跟我們的下膜 我們的下膜會先進行一次成型 我們的上膜會先進行一次預加熱 然後會進入我們的真空模組 在裡面它會向上隆起 去貼合我們的加熱板 去進行一次成型 再借用我們的真空以及回氣裝置 我們的上膜 可以盡可能輕柔的貼合我們的牛排 可以盡量不要去擠壓到我們的牛排 可以讓血水不要流出來 貼體包裝技術 是由德國發明的一種包裝技術 這樣的技術 對於產品的保鮮 與傳統的脫合封膜比較起來 更能保存肉品的鮮度 也讓產品的紋路更清楚 消費者他可能會對於這個貼體包 會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那疑問就是說 為什麼我在旁邊看到的 用保鮮膜裝的牛肉的顏色是鮮紅的 可是貼體包的顏色 它是屬於暗紅的 它是不新鮮 它是錯誤的 因為貼體包的特性就是 就是把肉的裡面的含氧量 把它全部抽取出來 所以當這個肉 它沒有養分的時候 它會呈現是暗紅色暗褐色 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當你包裝撕開之後 它經過一段時間的氧化 就會恢復到比較紅的顏色 貼體包裝完成之後 包裝線的末端 會通過金屬檢測機 可以自動偵測 是否有金屬異物殘留於包裝內 進行嚴格的審查 另外他們也跟本土連鎖超市 提出我家就是牛排館的概念 希望在最少的時間 把最新鮮的食材 送到消費者手上 冷藏牛肉跟冷凍牛肉 狀況不太一樣 冷藏牛肉拼比的就是 速度跟時間 因為速度跟時間 代表的是鮮度 所以我們都是在 第一班船 或是空運時間到達之後 馬上安排進行分切 然後在最短的時間 送到店面去 在本土的連鎖超市架上面 就可以買到 所以那個鮮度是非常好的 從農場源頭嚴格把關 澳洲牛肉的獨特口感 讓消費者吃得既美味又安心